大哥你太强了吧 上礼拜才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 政策概念要注意 华晨已经连续两支涨停了 另外看大座小还记得吗 新近光也是连续亮出第二个涨停灯了 台积电的名牌果然厉害 星云今天是持续创高了 接下来有什么标股可以掌握呢 还有台北股市今天盘中是来到了波段新高 17346点了 接下来这个行情会怎么发展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大人哥 好的那正当的行情带来机会 但是如何掌握呢 请看今天节目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7月17号 星期一的仁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 大家好 亲爱的好朋友 如果你手上还没有我们的这个获利预估表 赶快加入大人哥的Lite 还有Tilgram频道 我们的Lite ID是 小老鼠 DAREN888 DAREN888 赶快加入 那么把这个2023年到2024年呢 上市贵公司法人获利预估表给下载带回家 同时不要忘记咯 一旦有最新的资讯 最新的数字 大人哥会帮大家做最及时的更新 所以下载之后要记得 常常上大人哥的Lite ID 还有Tilgram频道 当然大人哥在盘中 也会透过Lite ID 透过Tilgram频道 给大家最及时的叮咛 还有提醒了 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选股的方面 大人哥常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 除了AI之外 其实政策概念要留意 看大做小也不要放过 所以你看我们的华晨 还有仙境光 今天都是连续亮出第二根涨停咯 另外这个台积电的名牌股 真的太厉害了 星云今天市场新高 而大盘也在盘中 写下了17346点 就是今年的波段高点 接下来这个行情会出现 什么样的发展 选股策略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大人哥咯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确实今天的行情 今天大盘中心指数创下了波段新高 但是呢你会发现说 什么好像有点怪怪的 就是伟创 然后广达 然后技嘉 不动 就是之前强的那些都不动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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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我们之前所提醒到的所谓的领头羊 或者所謂的一軍 為什麼今天休息了 可是你會發現說 像今天的營業打野在漲停 然後還有什麼神打野在漲停 那怎麼好像那種政策是蔓延出來的 那甚至是說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醒過了 從現在開始 你會看到AI 不只是這邊跟你講 AI好棒棒 AI好厲害 它是會實際的擴散出來 會落地 會落實到實際的應用上面去 所以你看 7月份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生技展 結果生技展再配合一個AI 就一個智慧醫療 結果呢 我剛剛盤中就跟大家 你看提醒什麼 長江智能也漲停 醫陽也漲停 明達醫也漲停 瑞森也漲6%多 這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大盤行情主流的類股 在輪動的方向 雖然一線休息 但是擴散出來 輪漲輪動出來 這都是很棒很棒的事情 馬上就接棒了 對 好 所以回來到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 或者剛剛今天德宇 前面講到的就是說 我不會只有跟你講AI 因為AI本來就是一個大的題材 大的趨勢的方向 可是在一些相關的類股輪漲 輪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連AI自己都在輪動啊 那或者是說 當所謂的AI的領頭羊休息的時候 自然而然資金就去找到一些 有機會的個股跟組織上面啊 那政策啊 趨勢啊 然後庫存調完啊 然後你看今天喔 何碩 董事長 那個 他不是那個通子賢 通子賢 他不是他不講說 那個周末的時候講說 那個庫存的問題的話 也都陸陸續續解決了嘛對不對 然後他也跟你講說 AI好像有點像是大風大浪 但是小新 因為目前看起來的狀況是 雖然AI有點轉線上面長多 但是AI他不是只有AI而已 他講的跟我講的都是 給我蹭一下他的熱度啦 他也講說 AI就像當年的網路啊 他就會真正落實到各個面向去 各個這個時候就職產業上面去啊 所以這就是大家在看的事情 接下來你會看到 各個受惠到AI 受惠到趨勢 受惠到所謂的產業成長的族群 跟個股 就會在這個時間點去做輪動 我前面講了好多好多 但是都是講的觀念一定要聽啦 那就像你看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不斷跟大家提醒過一些相關的觀念 然後YouTube的話 你看上禮拜不是在跟你講說 那個雖然在上半年的 華城已經翻倍了對不對 或者是說你看像上半年的 創意跟世新已經翻倍了對不對 已經翻倍囉 對啊你看喔 雖然已經翻倍 但是你現在可以用一個 333的方式去做操作啊 你看這是當時從67塊68塊 直接抓70啦 然後到150啦 就翻倍了啊 翻倍之後怎麼做 你已經覺得他可能從150 再擋到300嗎 老實說我打一個問號 但是在拉回首穩的過程之中 我有沒有直接給你看這個 158塊這個買點 這有沒有是 那個7月12號我們的 古摩利的盤後解盤 有沒有就是你現在正在看的節目 只是今天叫做是7月17 那天是7月12號耶 所以你看7月12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12 13 14 然後呢今天你又看到 華城做了什麼事情 來 我就沒有時間跟你說了喔 來這個是今天古摩利 那右手邊就是你可以 對對對右手邊 右手邊的華城就是古摩利的華城 這就是我們全體的古摩利團隊 看得到的華城 這就是你在7月12號看到的 這個158塊的那個 螢幕上面的158塊的華城 那今天的價格是多少 222啊 所以你看158 然後到220 這邊我剛剛小小打錯 結果修改一下 這就是158到220的波段39% 就是跟你說 現在不用拚翻倍 但是你可以拚一檔個股 不要不用說拚的 你就是輕鬆賺 就是三成 從100變成130 那130 10萬變成是169萬 然後169萬再三成 就是200萬啊 我不用從100萬拚到200萬啊 我只是要從100變130 169然後這就可以200萬的啊 這就是跟你說 333現在是比較好的操作的策略嘛 所以這是華城今天漲停板 那另外的話呢 我也跟你說過很多很多次的 那個一樣的觀念 就是先建議看一下 需要協助的話 用LINE 然後用0800 668085 對來跟我們說相關下旬 那另外的話呢 記得我們說過嗎 台股要能夠創高 你就看兩檔個股有沒有 沒有喔 是誰 上禮拜看大力光 對 這個禮拜看台積電 好 所以你看今天的台股有沒有創高了 有 那台積電是不是還沒開法說會 但它的名牌股不得了耶 對啊 好所以你看喔 來來來來來 這個是上禮拜的 這個是誰 大力光 然後另外桌手邊是大力光 就是依然委屈嘛 因為它就講說可能有點Delay 就是iPhone15的那個就是新機的部分 訂單 對所以它就是一個壓回 然後收下引線這樣一個部分 可是你會發現說其實這個時間點 有一些相關的法人 都已經調高它的目標價喔 所以我認為這邊是一個震盪洗盤 上禮拜我跟他講過 好 那右手邊是誰 仙境光 就是它的小朋友啊 就是你看 那個大力光是震盪的 可是仙境光是漲停板 然後雖然有點打開 漲了9.6% 那今天呢 繼續漲停 繼續給你看啊 有沒有 左邊的大力光一樣是小跌了0.22% 可是仙境光一樣漲停給你看 這就是跟你說的 大力光或者是說 那個領頭羊之音產業的方向 或者是說你就看大然後做小 看大做小 這個我已經念過很多很多次了 這就是跟你講 現在目前的行情的方向就是 看著產業的領頭 然後呢做著它的受惠 或者做著他們的小朋友 這就是跟你講現在 一些相關重點的方向 所以回來到這禮拜 誰要開法術會 台積電 對好台積電 這尾盤是誰拉的我不知道 但是但是其實今天的 好明顯喔 對 TPFI 那個今天其實新大幣匯率 到目前為止 我們下午錄影時間是下午2點18分 現在目前的話還貶值一腳五耶 一腳多耶 可是為什麼台積電 可以在這邊去做一個收平盤 我相信應該有一些低階的買盤 去做壓寶的動作啦 因為它畢竟要開法術會 它的法術會應該不會講得太差 他就跟你說下半年就是 回復到一個溫和復蘇的成長動能啊 然後明年的話就是回復到一個 全新的一個成長動能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個是台積電自己在股東會裡面說出來的 然後他還跟你講什麼 因為我們的大客戶給我們追單 就是回答NVIDIA 他跟你說 我要GPU 我要GPU 結果台積電沒有預設這些產能出來 你知道嗎 我去跟你說過 去年的年底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知道今年的 甚至是AI 會這麼樣的熱潮 所以連台積電自己都說 好 我們有把AI這塊估進來 可是我們並沒有 估相關的所謂的成長動能 所以它的產能不夠啊 不夠怎麼辦 追啊 找誰追 找它的客戶追 找它的那個供應鏈追 所以追賊6187 看一下萬潤 有沒有漲2.53% 當然它今天不像先進光 那麼樣的強勢 就是今天只有小漲2.53% 然後呢 你看這是誰 紅碩 只有小漲0.67% 但是這就是告訴你說 不對 你看 順便給你看 這個是誰 3583的那個 星雲 只有小漲3.83% 但是 給你看 長總不要看了啦 長總就算了 就是那個隨它去了 啊如果有的話要換股呢 對啊 我覺得真的是需要換股啦 看一下是誰 星雲 有看到嗎 誰在買 他好多喔 誰在買 投信耶 投信在買 然後有沒有一直買 沿路買 不斷買 過高還在買 今天我不知道有沒有買 反正就是到上禮拜 禮拜四還在買 這就是跟你說過的 你要看著所謂的指標股 然後呢去找尋它的一個受惠的方向 或者找尋說 它到底報了什麼名牌 你要聽懂啊 嗯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這樣子的觀念 到這邊前面上半段 雖然跟你碎念了一堆 但是我覺得 你都應該要把這些相關的問題 很重要的觀念 對啦 然後你就好好把這些相關的 吸收回去 如果你真的需要協助 就不知道怎麼選股的方向的話 就是交我們團隊嘛 然後來 回來到大盤 這是今天的大盤 這是今天創下波段新高的大盤 這是今天上漲50點 然後呢 你看17346 它前波的高在哪裡 17346.32 今天是17346.66 它只有過小數點而已 對 為什麼只有過小數點 就是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因為今天的那個AI領頭羊都不強 誰不強 3231的微狀跌了1.76% 廣達 廣達 有有有有 不好意思 來 2382的廣達 跌了1% 然後呢 2376的技嘉 跌了0.84% 那這就是現在目前的問題 我說是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你應該也都知道是什麼問題了 也就是 我跟你說像技嘉好了 技嘉他現在就是被 市場全市場的法人看說 你明年看過大仁哥的獲利預估表之後 發現說15塊到16塊左右 如果這已經是極限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去追300塊的技嘉 我如果是一個法人 我為什麼要追20倍本益比的技嘉 或者為什麼要追200塊的廣達 或者為什麼要追 已經是那個被分盤 然後145塊的微創 所以這就是現在目前問題所在的地方 那你問我這是不是壞事 我會告訴你說不會啊 因為雖然這幾檔個股 沒有去做一個轉強 去做一個創高 可是我們剛剛不是看到 我剛剛前不是說了嗎 你看那個誰 2356的英業達 英業達不是又在漲停板了嗎 這種低位接 剛才轉強的股票就接起來了 然後呢 神達嘛 這是幾根漲停板 1 2 3 3 4 根 4根吧 對 然後另外的話呢 長家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智能 對 這裡 長家智能 然後呢 另外的話呢 你看 這個6次7月的寶瑞 有沒有又是在這個前高新高附近 去做一個震盪 所以我還是再次重申一句話 也就是說 如果以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當然大盤 還是震盪的 因為畢竟 不過我順便跟大家補充 雖然現在目前的大盤 就是震盪 可是如果你把那個所謂的 除息的那個點數都把它還原回去的話 它早就已經過高了你知道嗎 它現在這個時間點應該是1萬7千 5600點的附近的位置 雖然當然還沒有到1萬8千 可是這邊來說的話已經是一個波段的高點了 那只是說現在目前如果你只是單純看指數 因為有時候那個息領進來的時候 你不一定會再去買股票 你搞不好就會想要把它存起來 或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如果以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它就是走一個類股輪漲 輪動的方向所在 所以回歸到我們剛剛在前面說到的一個問題 好 那假設 欸對不起 再借我還是借我把這個剛剛前面說到的 再叫你下載一次 來 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的獲利預估表 對 在大人哥的LightEater跟Telegram頻道上頭 都可以下載 對 然後順便再跟大家感謝大家的支持 就是你會發現說 不好意思那個導播請幫我切回到我自己的畫面出來 來借我一個1分鐘的行銷炫耀文時間 來 這個這個 來 這是我們在週末的時候 我看到的就是 來 我們恭喜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呢 1.6萬的訂閱者 就是創下了新高 對 那右手這邊的話就是 你有看到 那個粉絲LightEater的人數 創高到2萬人的這樣一個新高 現在已經2萬1囉 對對對 已經2萬1了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沒有其他 就是什麼樣的什麼什麼 那個什麼什麼 什麼報名牌的群組 我告訴你 你紀律法規就是不准啦 我告訴你 就是有一堆的那種 就是那種詐騙集團 就是仿冒你仿冒我仿冒他 然後仿冒張中某 仿冒一堆的人 他們就跟你講說什麼 報名牌 那個千萬不要相信 我們只有唯一一個LightEater 然後唯一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唯一一個那個FB 或像是Telegram的粉絲群而已 好來 繼續往下看下去 這個是我 感謝真的感謝 就是我走週末 因為太熱了 所以我跑去逛成品 結果沒想到 怎麼竟然這樣子 感謝 這個是 交易期貨的第一本工具書 對 投資理財 本週 這可能看不太清楚 本週暢銷榜的第一名 感謝感謝 這是成品的新一店 我在這邊去做出沒的 因為我們比較近 這個放大一點給你看 然後另外的話呢 就是不好意思 我為了我自己那個榮譽心跟虛榮心 所以我自己又買了一本 這個是在結帳櫃台的地方 是 對對對 這是我自己在結帳櫃台 我自己又偷偷買了一本 讓他繼續在那個 不過這本書真的很好用 是 股票期貨其實都可以用 好的 大家可以來看看 對對對 然後就像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很多很多觀念 就是 你會發現說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有一些標股的行程 或者有一些比較屬於那種 創高的個股的行程的話 其實都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一些觀念 比方說你看最近為什麼這麼標的 3305的 生帽 來喔 誰買 頭信喔 對 誰在買 一直買 對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說 我們之前交給大家的那個KD鈍化 然後呢 從這邊開始鈍化 頭信從這邊開始買 然後股價就從這邊開始 然後呢 一路漲 沿路漲 不斷漲 現在從50塊 起漲對不對 然後呢 頭信開始買對不對 然後再看到這邊 有發現那個鈍化 是在60塊有沒有 然後呢 今天的話漲停在73了有沒有 所以這些相關的觀念的話 都在我們的交易期貨的第一本工具書裡面 交給大家 還有的話都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大人哥玩股系列分享給大家 頻道要訂閱喔 對 記得把我們訂閱起來 好 所以回來到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即使雖然最近行情叫做是震盪 可是在震盪的過程之中 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震盪的過程中就要充滿的機會 再次看一下 這邊叫做是創高的震盪 不是空頭的破底 不是空頭的做頭 如果真的有做頭的那一天 我一定第一個叫我們團隊跑 然後第一個趕快叫你跑 可是現在這個時間點叫做是仍然類股輪動 政策 趨勢 庫存 依然是持續在做輪動的過程之中 所以這個時間點 你應該要把握所謂的震盪過程 帶來的好的買點 那就像我上禮拜跟大家說過的 2368的金像電 我已經獲利了結了 後面再漲跌 不關我的事 今天跌3% 不關我的事 我相信你看到上禮拜的節目 我已經跟你講清楚了 然後你會發現說 其實在最近的行情來說的話 我們之前分享給大家的股票 像那個什麼什麼 那個無垢站的光寶科 今天依然創新高 今天漲了1%多 然後8210的行程 今天繼續漲3%多 但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相信有一些人已經在等著獲利了結 那如果你有拿到我之前 那個所謂的無垢站的股票的話 3Q無垢站 你 請你自己斟酌 你自己個人的停損停利 我沒有辦法帶著你做 所謂的操作的部分 但是就我們團隊來說的話 我跟你說過的 我們獲利了結之後 就是要找到下一檔 逢低 轉強 不管是AI也好 電動車也好 庫存條彎的股票都好 因為現在開始依然是 閃戶還沒有醒的那個過程 現在開始依然是 那個所謂的 就是股價還沒有創的 大家都高高高的過程 現在這個時間點 依然還是屬於所謂的輪動 依然非常良好健康的過程 所以這個時間點還是老話一句 你現在好好用著我們 交給大家的333的策略 然後好好用著現在目前所謂的 那個類股輪動的過程之中 順著我們之前說過的內置的方向 然後你不敢買 然後投心買的越用力的方向 或者是說你真的需要 專業協助 專業團隊的話 那就用333的方式 來給我們做持股見證 然後來帶你做太多換牆 那這從 不管從多少 100萬也可以 500萬也可以 500的話就是變成多少 500的話535就是650 650的話就是700多 700多再翻個三成就是1000萬了 所以100萬就可以變200萬 500萬的話就是變1000萬 這就是我們333翻倍計畫 一檔賺三成 三檔翻一倍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如果需要協助的話 用LINE 用0800來跟我們做相關洽詢 以上就分享給大家了 如果你想要參加我們的333翻倍計畫 如果你手上的持股 需要大人哥幫你做一個持股健檢 太肉漢強的話 都歡迎您現在立刻撥打 我們的免付費專線電話囉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加入大人哥的LINE 8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直接資訊大人哥 感謝你的收看 再次謝謝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爾頭顧陳坤仁分析師 謝謝大人哥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